前几天我回一趟火星老家 带回来两个黄不辣鸡 圆不溜秋 刺不冷等的水果 发型可以说是非常沙马特辣 它们大名叫Kiwano 中文名叫刺脚瓜 你们吃过吗 反正我没吃过 作为一个吃货 看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真是太想吃一下了 到底它里面长什么样呢 看上去很没有食欲的样子 甚至还有点恐怖 用小勺子可以把果肉挖出来 暴脾气的同学 可以挤出来 每颗果肉都散发着 很诡异的绿色 那我就替你们试试读吧 没什么味儿啊 里面的籽还很难嚼 这个味道该怎么形容呢 就像是香蕉和青宁的混血 投胎到芦荟的身体里 碰巧这个芦荟 还怀了西瓜的孩子的感觉 你们懂了吧 鸡肉配蜂蜜会好吃一点 如果说刚才的味道是难以形容 现在就是弯弯圈圈的蜂蜜味了 刺脚瓜你的味道呢 味道呢 我还试了很多种网上搜到的方法 这个不争气的刺脚瓜 配冰激凌 就是冰激凌味儿的 配饮料 就是饮料味儿的 配沙拉 就是沙拉味儿的 真的是完全没有存在感呀 不过这个瓜掏空身体以后用来摆盘 还是挺不错的 这拿到餐桌上就很special啊 可惜无论怎么吃 我都觉得这个瓜的味道 真的很普通啊 大概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吧 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吃法 赶快告诉我吧 有更多想解锁的奇怪食材也要跟我说 哈 拜拜 果然点赞转发评论收藏关注的 又是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